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 Vivian 秀慧 今天在我身邊的就是我們香港店的美女店長Jasmine Hello 大家好 我是Jasmine 今天她會和我一起跟大家講解我們公司新的產品和怎樣用 我們公司最近引入了一個很新的很厲害的壽面產品 就是這個Sea Endless Model Face來自瑞士的產品 看到這個Model Face 我知道是關於臉部的 其實它不單是用臉部的 亦是用眼部的 它的功效是什麼呢 就是剛才所說的 瘦臉 提升 還有去撫平表情文 還有抬頭文 如美文 還有雙下巴 這些都是無論是男士 女士 經常都會面對很擔心的一些問題 說了它的功效之後 我們不如說一說它裡面究竟有什麼成份 其實最近很熱的一些成份就是這個性態的成份 相信大家都有聽過這陣子很熱的美容界的明星來的性態 其實這個性態也有分很多種的 就有三性態 四 五 六 甚至乎更多些的 我們這個產品裡面就有三性態和六性態的 不如我們就由這個六性態開始說一說 究竟它有什麼功效可以令到我們更加美好嗎 等一下 由於太長 等一下 那六性態呢 其實不如我們說一下性態 性態其實是一些我們需要的蛋白質和胺基酸 其實令到我們細胞的生長更加快 所以其實我們如果用了一些有性態的產品的話 其實皮膚就會更生得快些 細胞更生得快些 還有可以做到這個提升和收緊的功效 那這個六性態呢 其實可以 其實這裏就說 其實六性態也屬於這個 天然的浴毒幹菌 那浴毒幹菌呢 大家都知道其實它是有什麼功效 那其實這個就不需要打針的 很天然的方法 自然塗上去就可以了 對 塗上去之後 其實性態是一些很小的分子 很快可以進入這個皮膚底層的細胞 令到這個細胞可以吸收 做到減少這個表情紋 提升和收縮這個棉部皺紋的深度的功效 那其實它不單止可以用在這個面部 眼部也可以用到的 也同時可以增加這個皮膚的骨膠原的增長 那說了這個六性態之後呢 就有一個三性態 這個就是 雷蛇毒的三性態 那這個三性態的功效是什麼呢 那其實 其實它就是一種模仿蛇的毒液去麻痺 麻痺神經收縮的毒性 那就可以幫我們收緊這個皮膚 還有塑造 幫你塑造這個輪廓 還有可以幫你減少到傷下巴這個功效 不過大家要知道這個雷蛇毒 它不是真正的毒液來的 所以可以放心的 它只不過是沒有放這個小毒的功效 令到可以麻痺我們這個肌肉的神經 令到它可以放鬆一點 這樣就不會有這個表情紋和皺紋 可以做到這個提升的功效了 另外呢 剛才我們也有說了這個產品 就有這個去水腫的功效 去水腫功效呢 其實裡面有咖啡因 咖啡因可以排走面部的毒素 去水腫浮腫等等的功效 然後呢也有這個 有這個瘋毒鈦 那瘋毒鈦的這個功效是什麼呢 它就有抗衰老 更生肌膚 還有抗炎的功效 它也可以幫助刺激皮膚 產生膠原 從而去提升緊致肌膚 這個消炎的功效 這個是我自己用完之後 發炎的一些美容小提示 就是之前可能有時捱疑的話 會爆瘡 爆瘡都很重要的 之前有段時間 然後呢 我就用了這個CM Less Model Face之後 這個發炎的情況 反而就有改善的 這個是我私人用完之後 個人的感受 我想大家如果真的有這些情況的話 可以都試一試的 除了這些之外 我們講了這個成分之後 不如就跟大家講一講 究竟這個產品可以怎麼用 好嗎 好 這個就是我們的CM Less Model Face 其實它是這樣的 扭出來是這樣的 那每一次我們需要用多少呢 Jasmine 其實我們每一次只需要 嗯 用一滴這個份量 嗯 接著就 接著呢 其實首先第一步 我們衝了頸的淋巴 因為它有雙下巴 還有頸紋的位置 我們先塗在這裡 嗯 那就由這個用指尖 在下巴這個位 拉去耳朵後面這個粒位 接著再拉去鎖骨 就是這個粒位 拉去鎖骨 嗯 整個過程就是一個通淋巴的按摩手法 嗯 這裡吸收完之後 我們再拿同等的份量 一滴 嗯 對 接著呢 就由下巴這個位 由腮骨這個位 沿著腮骨 向上推 這些位置很重要的 因為很多女生都很希望 自己這裡的輪廓很明顯 這樣就可以拍照漂亮一點 對 沒錯沒錯 那它就可以幫它提升 嗯 入完這個腮骨位 然後又拉到耳朵後面的粒位 嗯嗯 然後再拉下去 嗯 你要過來一點 如果今天我們觀眾朋友看不到 對 然後拉下來 對 沒錯 然後慢慢慢慢 我們第二步就是由嘴角 然後 如果這個手上已經吸收了 可以再拿 再拿一點 是嗎 就不需要一次過用太多的這個 CMS Model Face 對 每一次覺得不夠的時候 我們才會再拿 嗯 如果不是的話 就會只塗這個位置 已經用了很多 嗯嗯 我們逐滴逐滴拿 由嘴角 這裡第二步就是嘴角 這裡可以向上拉 嗯 嗯 因為我們也不想這裡的這個肌肉下垂 所以我們也要留意這些位置 要提升 所以手勢很重要 反正下垂就一定要這樣 嗯 對 然後譬如我們虎紋 這裡特別深的話 嗯 就將它 又是向上的方向 嗯 提升 嗯 那眼的那些位 怎樣做呢 嗯 那眼的那些位其實 眼就不需要拿太多的 都是少少就可以了 都是少少 嗯 那記得大家要用無明指 因為無明指是最沒有 那麼多手指裡面沒有什麼力的 那就不會拉傷到 沒有什麼力的 對 一力到沒有那麼強的手指 沒錯 那就不會拉到有眼紋出現 那呢 其實我們塗 眼是這樣先的 嗯 眼尾開始 然後才慢慢打圈塗 嗯 普通的 然後我們可以在眼尾加強的按摩 就是這樣 嗯 就可以改善那個表情蠻 對 沒錯 尤其是可能 戴痾的女生 通常這樣拉眼皮的時候 這些位是很容易有疑問的 沒錯 所以這些位都可以多加按摩 嗯 可以這樣打圈按摩 嗯 因為我們塗眼霜很多時候 這樣 其實是沒有一個手勢 沒錯 嗯 所以我們盡量所有的方法 都是用來打圈打圈 打圈 那額頭呢 額頭的表情蠻呢 你知道我們經常自拍的時候 都是要這樣 這樣很容易 抬頭蠻的很危險 那額頭那些呢 就 那個份量和面那個一樣 嗯 那就可以 由眉心開始 嗯 打圈塗 從中間開始 然後打圈打圈出去 因為有些人就會這樣抹 嗯 那就更加不好 嗯 我們全部都打圈塗 那呢 就有助幫你減淡抬頭蠻的功效 嗯 還有你如果給一點點力 這裡也有淋巴 嗯 那就可以通了這裡的淋巴 面色都會更漂亮 對 沒錯 整個循環 我們整個按摩都是主要想改血液循環好 嗯 所以呢 我們全面都做足那個通淋巴的按摩 就會令面色更加紅潤 嗯 這個呢 如果真的大家有時間可以用一兩分鐘 慢慢按臉可以做的這個手勢 如果真的太趕早早 沒有時間這樣按 或者晚上想快點睡覺的話 其實都可以滴幾滴 然後就這樣塗上面 然後很快這樣塗上面 然後就可以塗其他的護膚產品 如果想快 嗯 我有這樣的方法 可以滴在掌心 嗯 因為呢 所有護膚品 塗在掌心 用掌心的溫度 去幫助皮膚吸收是最好的 嗯 我們兩邊都塗完之後 你這樣向上撥 嗯 如果最快的 如果有效果 可以這樣卡住那個塑骨 嘩 你這個很重要 要遲些了 讓大家看清楚一點 卡住那個塑骨 由虎紋這個開始 這樣推上去 當然這裡要有產品 嗯 這樣推上去 這個是最快的方法 對 最快最快 因為不對各位姐妹 不是每個人都那麼勤力 可以在這裡慢慢按 如果真的 想要很快的速度 都可以用這個方法 對 這個就可以包住整個面 是不是要包住 包住這些位置 梳骨這些位置 梳骨這些位置 所以我是托著的 這個虎口位 嗯 然後這樣圓圓梳骨上上上上 額頭那些 也是這樣之後 這樣擦 你這樣擦 最快就是這樣擦 這樣會引起這個皺紋 可以很快吸收 但最重要是先通了這裡的喇叭 嗯 其實除了我們要講解這個成份 怎樣用之外 其實我這裡也收集了很多朋友給的問題 第一條就是這個 適合什麼肌膚用呢 其實這個CMS Modern Face 什麼皮膚性質的朋友都適合用的 有些朋友可能就會問 如果我是敏感皮膚的話 究竟適不適合用呢 因為其實每一個人對於這個敏感的這個 那個蜜質 是的都不同的 引起這個敏感的情況的這個蜜質都不同的 所以建議大家 其實每一次如果買了一些新的產品 無論是什麼產品都好 都是試在 耳背後面 這些位置 然後呢 可能買5分鐘 5至10分鐘 看看有沒有引起一些敏感的情況 如果真的沒有的話 才沒有塗在臉上 如果有的話 最好不要用在臉上 這樣 好 這個是第一條問題 另一條問題就是這個 如果有粒粒的皮膚色不適合用呢 剛才我都說了 這個是我自己親自用完之後的 這個 這個 擁有感 其實之前呢 我就因為用錯了一些產品 其實呢 我自己就 經常都當自己是白老鼠 就不斷地去試 一些我覺得都挺新奇 還有呢 我覺得感覺都有用的一些護膚產品 就試在自己的臉上 看一看究竟有沒有功效的 其實之前呢 就用錯了一些產品 就發現 有粒粒的情況出現 那我就 用了這個 Moder Face CMLX之後呢 反而呢 這個粒粒的情況 就有少少改善的 那我相信可能是這個 剛才我們所說的這個 封毒呢 可以幫助 消炎 而改善的這個情況 不過這個是我自己個人的Case 大家可以試一試的 如果真的沒有辦法 改善到這個 一粒粒的問題的話呢 大家都是要尋找一些 最正確的方法去解決它 嗯嗯 那這個呢 就是第二條問題的 第三條問題呢 就是什麼年齡層可以適合用 其實我覺得任何 你覺得你臉開始 因為我們眼淚之後呢 我們的骨膠原開始流失 嗯 臉又開始下水 嗯 就是下水呢 就算看得電話多 經常這樣都很容易下水 對 沒錯 所以大家真的要留意這個姿勢 沒錯 所以呢 其實你覺得 如果你出現這樣的情況 開始 就開始可以用這些產品 嗯嗯 平時我們塗產品都可以這樣做 所以什麼年紀都適合用的 只要你發現自己好像 有一點點下水了 擔心了 又或者想預防的話呢 其實都可以用這個Model Face CM less Model Face的 好 那這個下一條問題呢 就是如果停止用之後呢 會有什麼問題呢 有什麼問題呢 電掌 其實是不會有問題的 哈哈 其實呢 這個護膚程序 是每天都要去用的 那就好像 怎麼說呢 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很緊急 想要在短期之內呢 令到這個皮膚 這個下船的情況有改善 如果想快點瘦臉的話呢 那其實呢 你就勤力一點 早上晚上都不斷地按 一定可以很快看到效果的 不過如果你呢 你突然停了 然後呢 又回到自己平時呢 在電腦去面是這樣的 然後呢 不正確的洗臉姿勢的話呢 其實呢 這個下船的 周固態服紋 對了 又會再翻翻了 所以呢 所以呢 我建議大家呢 都是要 保養你的 護膚程序 是要保持著每天都做的 還有最重要是姿勢 嗯 那這裡呢 也有朋友問 如果配搭這個Dr.Mu可以嗎 當然可以啦 這個是我們公司的另一種產品 那這隻產品有什麼功效呢 Jasmine 那它就可以幫助你補充面的骨膠原 我剛才都說25歲之後開始流失 嗯 那我們其實 如果骨膠原流失的話 也都會 除了皮膚的乾燥之外 毛孔粗大之外 它也都會令你臉盒開始有下水的情況出現 嗯 所以呢 那個補充骨膠原 還有它可以幫你收拾一些毛孔 嗯 還有那些 紋理 也都沒有那麼深的可以 嗯 那我相信大家就會問 那如果我同事呢 又有這個Moder Face在家裡 也都有這個Dr.Mu的話 那究竟可以怎樣去用呢 首先其實平時塗了Dr.Mu全面去塗 即是如果有Toner的話 大家就可以先塗自己的手術水 沒錯 然後再塗這個 然後呢 Dr.Mu也都可以塗在眼的 是的 全面塗 所以就是眼位 因為眼位都需要補充 對 大家可以看看 是這樣的 它是很薄 很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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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很薄很薄很薄的 很薄很薄的 很薄很薄的 因為平時大家如果想起一些骨膠原的這個產品 經常都會覺得它很濃稠 很薄很薄很薄 其實這個是這樣的 你看 嗯 很薄的 啊 撕了下去 就很薄很薄的 這一個也是眼都可以塗的 沒錯 那就是塗了這個之後 全面塗完這個之後 然後再塗上這個 剛剛照上我的按摩手法 慢慢去按摩 然後呢 就可以塗上自己的眼霜 和這個面霜就可以了 嗯 就是這樣 所以今天呢 真的很謝謝Jasmine 和我們講解這個產品的介紹 謝謝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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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